大家好,我是在马尔瑶自己做饭的Shirley 帝都的疫情趋于平缓,但是餐厅的堂食还没恢复 这个端午节你们都怎么吃的 这个视频我拍了有些日子了,一直没时间整理 今天我就分享给大家,是Shirley版的卤牛腱 1000个厨房会有1000种味道的卤牛腱 因为牛肉的品质,添加的材料以及烹制的方法不同 会让卤牛腱的味道加加不同 我不喜欢调料味道过于浓腱的卤牛腱 因为我觉着掩盖了牛肉本身的鲜味 或许从前牛太珍贵,杀来吃的年纪不会太轻 如果不多加些香料什么的,褶不住脏腥气 我的卤水料包里,除了注重调节和增强脾胃的材料以外 还有一味是炝锅后的花椒,这是偶然想到的 我炒豆芽和卷心菜的时候会用花椒炝锅 但是炝锅后的花椒觉得扔了可惜 就想能不能再利用一下,于是就加入了料包 这块金钱盏稍微有点大 当时想着这样可以多吃几天 平时买的大约是这块的四分之三吧 料包的部分你们看比例就好 因为我忘了记下牛腱子的分量了 先把牛腱子入水冷藏浸泡过夜 这样可以泡出大部分旋水 第二天取出牛腱子,清洗干净 准备好料包,姜片和蒜,洋葱四分之一个,切片 开火之前,在另一个灶上放一块导热板 开小火预热,一会儿有用 开中火,锅热倒少许油,下姜片变香 然后放入牛腱子,在外面煎到稍许上色 一般的卤牛腱没这一步 我选择这样做,一是通过美辣豆反应 让牛腱子多了风味 二是外层的蛋白质快速收缩 也是帮牛腱子定型,方便后面切片 下花雕酒,翻动牛腱子 大约半分钟,关火 花雕酒多放一点,这样味道更加醇厚 砂锅上灶,放入洋葱,牛腱子,蒜粒 然后倒入酱油 酱油的多少得根据美家的口味来定 因为我会用这个圆汤配面,所以不会放到太多 加水没过牛腱子,然后放上料包,还有冰糖 加盖,改大火 在汤将开未开的时候,表面会出现少许浮沫 用汤勺或者其他工具撇掉 这样汤的味道才更好,也更清澈 等汤开始沸腾,关火 一到旁边已经预热的导热板上,继续加热 我这么做是因为家里的灶,就算改到小火 火力也比一般的灶更大 汤会翻滚,这样水分会挥发过快 而且汤也会变昏 汤的温度一会会降下来,维持在91度左右 这样汤不会滚,但需入在温柔的煮着牛腱子 半小时以后,用筷子试着插入牛肉 如果还很难,就煮10分钟后再试 总之到筷子将将可以插入牛肉的时候 加胡椒粉和盐调味,关火 让砂锅自然冷却 在这冷却的过程中,砂锅里的牛肉还在继续加热 所以关火前,牛肉不能太烂 等砂锅冷却后,直接放入冰箱冷藏过夜 好让牛肉继续入味 第二天,取出牛腱子切片 等一下,好像哪里不对 是牛腱子的收缩形状不对 赶紧切开看看 收好的金钱斩呢,就这 没想到浓眉大眼的科尔沁也会有这一出 不管怎样,我已经准备好手工面条 如果你们想要做法,可以翻看以前的视频 煮好的面条加了圆汤 再放上几片牛腱子 汤喝着肉香浓郁 花椒让汤变得更加纯美 汤包温和,吃口透着鲜甜 牛腱子虽然筋肉比例不对,影响了口感 但是味道还是一如既往 有着牛肉的独特鲜味 但是没有任何脏腥气 是管子里吃不到的滋味 这款牛肉面比较适合长期高强度工作 并且脾胃需要调节的琴 你们可以试试看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并且一键三连,等我更新哦